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了口角和冲突 上半时比赛中 巴坎布在进攻中撞到人和门将招劣 王恩无球状态下两次用胸顶撞巴坎布 就引发了双方的口角 中场休息退场时 人和主帅路易斯 还因为不同的看法 和国安的教练团队发生了口角 而双方最大规模的冲突发生在下半时 人和史亮在裁判明上后仍然将球踢向已经倒地的国安队员 引发了双方的大规模冲突 国安主帅施密特甚至直接逃过去要冲撞史亮 进不出场的胡言强随后也和人和的队员 发生了激烈的口角 球场上的火药味 也第一时间延续到了场下 在主席台一侧 人和的外人家属和被报名的替捕球员 在人和进球后望情庆祝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到身后国安球迷的存在 随后如雨点半降落的水杯和垃圾 砸到了主席台和文字记者席 赛区安保不得不将人和的家属紧急转移 才避免了冲突扩大 而在看台的另一侧 人和球迷诸位团也和身边的散票球迷 发生了零距离接触 整场比赛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场下 都是在一种有些混乱的状态下结束 比赛结束后 输球的国安球迷久久不愿退场 他们围堵到了曾经的逐场风际主席台前 不得已之下 人和被赛区安保要求不得走出休息室 直到比赛结束将近一个小时 人和才从更衣室中走出离开球场 于此同时在球场之外 世代力博的人和球迷也不同程度 遭到了国安球迷的袭击 有人和球迷组织的球迷被国安球迷围攻 被投掷杂物 更有势者强迷人和球迷当场脱下球衣 据记者了解 事件发生后 部分球迷已经采取了报警的措施 事件也正在调查和解决之中 在主场反而遭到围堵 这样的情况也是中场同程德比的另一奇景 现场双方球迷的比例和助威声是客观反映了目前北京德比悬殊的球迷基础 但就像国安球迷在赛后所说 同程只有死敌 没有兄弟 在这样一场赛场内外 都充满火药味的同程德比之后 国安和人和之间 或许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和谐 未来双方的比赛 无论是攻起还是封起 一定会采取更严格的安保和控票措施 但从大格局看 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完全有理由容纳两支甚至 更多的职业队伍 形成良性竞争对于老大哥国安也不是坏事 而球迷们在这样的同程比赛中 应该更加享受比赛带来种种情绪 拒绝不理智的冲突和伤害 ZN的脸则声明 本来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